LOOK 带你LOOK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BOBI 真人版電影上 LOOK 所以我就可以想說 來跟大家聊聊 有關於BOBI 她的出身 跟她在時尚界裡面的地位 所以我也會談得 她在電影裡面的幾個服裝造型 是受到了哪幾個時代的時尚風格的影響 那在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 如果你跟我一樣 對時尚的歷史 或是時尚的一些知識很有興趣的話 那也別忘了訂閱 開啟小鈴鐺 跟幫我按讚喔 首先我們來談談BOBI的起源 BOBI這個娃娃 她最早起源是來自於德國的一個 有一點情色的漫畫裡面的主角 叫做Lily 那一開始這個人物啊 只能夠在一些 就是酒吧啊 或者是一些 全人玩具店裡面可以購買到 是一個屬於比較大人的東西 那Roof Hunter 也就是呢 芭比娃娃之母 她到了德國去的時候 看到了這樣子的娃娃 Roof其實呢 她本來就覺得說 男生都有好多不同的娃娃可以選擇 有騎車啊 或者是飛機啊 可是女孩呢 就一直都只有洋娃娃 Roof呢她就想到說 欸我是不是可以來把成員大小娃娃 作為一個小女孩 玩樂的對象 並且是可以在上面表現自我 這樣子的一個玩具喔 到了1959年呢 Roof她所做的Barbie 就正式的震懾 在美國的玩具展示會上面 正式的發表了 第一個Barbie娃娃呢 其實穿的是泳裝 她當時呢 是穿黑白條紋 珍織的一個泳裝喔 戴著當時正流行的大圓圈 她的金色耳環 穿得有點像伊莉莎白泰勒的那種 藍色眼睛喔 Barbie呢 在60年代推出了Barbie Dreamhouse 就是她的夢想 那個年代 女性是不能夠自己擁有 屬於自己的訪地產的 Barbie在506070年代 她走的是非常非常的前面 但是Barbie在她的設計裡面 比阿姆斯狀 還要早一年登上月球喔 她可是呢 第一個女性太空人 因此當年Barbie呢 就風靈了全世界的小女孩 當他們有Barbie 他們就可以成為 他們想要成為的職業 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都可能 可以由Barbie來為他們做 Barbie的公司 美太人也一直很想要 走得很前面啦 比如說在電影裡面 曾經被當作是黑歷史的 懷孕Barbie 他們當時呢 就是希望可以 教導小孩什麼叫做懷孕結婚喔 但很可惜了 當時就受到了一些 比較保守的份子 就說 她的那個娃娃 可以跟她的老公 是分開來買的 所以呢 你是不是想要推崇 就是未婚懷孕啊 什麼之類的 到了90年代 2000年代 女性的社會環境比較改善了 Barbie反而變成了 是一個大家去反對 覺得她是物化女性 不好的榜樣 這樣子的一個下場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 Barbie 她的公司也是非常的兩難的 那Barbie的服裝一直都是 跟著流行在走喔 作為一個時尚的代表 她經歷過了50年代的優雅風格 她也經歷過了60年代 有馬力官帶出來的 迷你裙科技普普風 70年代的西皮Disco風 她也沒有閒流喔 那在這邊呢 跟大家介紹一些 Barbie曾經跟知名品牌聯合 所推出的一些聯名款喔 像是Dior啊 Dior經典的這個New Look造型 正羅蘭經典的這個 蒙特里安洋裝 Barbie都有復刻過 或者是 幫澳大利赫本 所做的一些造型 像是羅馬假期裡面這樣子的衣服 但Barbie她不僅止於此 她有跟Mostino 或者是Vivienne Wessler 甚至是呢 幫瑪丹娜做出就是 火箭胸部的那個 Jumbo Gaudier 她都曾經有跟他們聯名喔 不要想說她就只有這樣子 2015年 雷哈娜在Nagala上面 穿的那一件 就被大家想過是 荷包蛋的那個黃袍喔 郭沛所設計的這件禮服 Barbie都有一模一樣的聯名款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再來呢我們要談談 Barbie這部電影裡面 她受到了哪一些 年代的服裝跟文化的影響喔 她在電影最前面換上了這一件 粉紅色格紋的這件小洋裝喔 據說就是香奈兒品牌來做的喔 這個洋裝很明顯呢 是受到了50年代的風格所影響 像這樣子有點束腰 大百度的裙子 這個服裝造型是至近1939年 Judy Garland的綠岩千宗 陶勒斯所穿的這一套衣服 那這代表的是 Barbie跟陶勒斯一樣 都接著要踏上一段 艱辛並且帶著成長的旅途 這樣子的一個意思在裡面 再來呢 Barbie呢就誤打誤撞的 就是往那個人間前進喔 那她剛到人間的時候 穿的這個直排輪裝喔 雖然大家可能看很多其他的影片 會寫說這個直排輪裝喔 是源自於90年代Barbie所出的一個 就是直排輪Barbie 但是呢其實她的 身上所穿的衣服 並不是跟那個直排輪Barbie 穿的是同樣的風格 她身上所穿的這種 運動緊身連身衣的 其實就是在80年代 美國引起了一些健身風潮 就是所有人都要健身啊 然後練得越大越好 要穿像這樣子的緊身衣 來秀出自己的身材 她會覺得這樣子非常的性感喔 那80年代是一個充滿 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 就是要表現出自己的性感魅力 還是真正的美 這樣子的一個年代 緊身衣運力操 在80年代由真方達這個女性 在世界引起了一個這樣子的風潮 所以呢當時呢就非常流行 穿這種 有一點點就是 情色感的緊身衣運動服喔 那這個在我之前有關於 緊身衣跟怪盜的那一部 影片有稍微提到過 你可以按 右邊上面這個字塔去看一下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個 全身牛仔裝喔 是像這樣子的一個西部牛仔風格 大概是美國的 電影黃金年代 大概是50年代 那個時候在流行的東西 但是呢在90年代 Y2K那個時候呢 曾經就有再次的流行 牛仔風服裝這個東西喔 當時呢 Barbie就曾經推出很多粉紅色 Barbie粉的 牛仔衣啊 牛仔帽啊 或者是牛仔靴喔 像當年就玩是 冰淇布包啊 還是男性很貴啦 或者是小年布蘭妮啊 也都曾經穿過類似的東西 肯尼前面的服裝 大多數都是 跟隨著 Barbie的時代跟年代去配的 那當肯尼 覺醒 他所穿的那些衣服 就是怎麼樣子的一回事呢 當中就有出現 史維斯史特隆的照片 史維斯史特隆 我現在在美國70年代 巴黎一代 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個 硬派男演員喔 那肯尼在劇中 這個大家可能最有印象的 毛皮大衣 然後裸上身 配得有點像冠軍腰帶 這個穿著打扮呢 就完完全全是模仿 史維斯史特隆的經典造型 那我要怎麼樣子 把像Barbie這樣子 鮮艷的粉紅色 穿在身上呢 我覺得你有兩個方法 兩個重點喔 第一個呢 使用比較粉嫩的一些淡色系 其他的粉紅啊 或者是其他的粉綠啊 或其他的顏色 去沖淡這個主要的 鮮粉紅強烈的刺眼的感覺喔 這一點呢 我覺得是他劇中 有特別注意到的部分 就是不要讓太塑膠感 或是太閃亮 Bling Bling的東西 跟粉紅同時出現 因為當這兩個同時出現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嗯好像有點俗艷的感覺 我們順便來談談 劇中的家具 他其實呢 是非常的武林年代 現代主義 這樣子一些設計的家具風格 比如說像會有這種 那種圓球型的啊 或者是那種有點像 Art Deco的一些 裝飾性的紋路 有人會說 欸他真的很厲害 他整個畫面 通通都是粉紅色 那為什麼可以做得 不要那麼磁 那是因為呢 大家對於Barbie的粉的印象 基本上都是停留在 就是螢光粉紅 那種很深的 像這種感覺的 這種桃紅色 那其實你仔細的看 他整部電影大多數的基調 是採用的 非常非常現代 非常當代的一個 非常淡的淡粉色系 所以呢 才會讓整個畫面看起來很舒服喔 最後呢 那免不得還要稍微談談我 對這部電影的感想 我不會說他是 超級厲害的神作 但是我覺得他 用很幽默的方式來表達了很多 就是現代的 真實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這部電影 跟我另外一部很喜歡的 就是金髮流一樣 它是在告訴你說 你可以不用數一個 什麼樣子厲害的人 就像結尾的時候 那媽媽有說 欸你可不可以做一個Barbie 他可以是總統 但他也可以是總統又是媽媽 或是他就只是一個單純的媽媽 那你只是一個單純的媽媽 難道不能夠是一個 獨立自主的女性嗎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邊喔 如果你還沒有去看過Barbie呢 我還蠻推薦你去看一下這部電影的喔 那就算你對什麼女權啊 什麼女權啊 什麼女權也沒有興趣 這部電影呢 光是他的娛樂性質 就非常的值得一看 可以去當中去看一個 事局的響驗 那如果你已經看過Barbie呢 我覺得 你就可以從當中 找到一些靈感 達到你每天的穿搭當中喔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 其他想要看的影片 或是對這部影片有任何的感想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也別忘了 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